从异地一帮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 他们看到了神如何重新带领他们建造了耶路撒冷 这个是以色列尼西米记当中的内容 然后呢如何的把以色列当中被改善的人重新的聚集在一起 所以诗篇当中说当他们发现可以再回家的时候呢 他们好像在做梦一样 我不晓得在座各位当中有没有这个当初台湾刚刚解研开放的时候 你回家的时候你回中国回到你自己的老家 然后你到你自己的老家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1996年带我父母回到山东老家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好像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一个好像在做梦一样 回到一个我非常非常不熟悉的环境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渔村 非常原始的生活 那个是我连我在小时候在韩国最穷苦的时候都没有住过的环境 所以呢回去的回到那个故乡呢 所谓的故乡对我来说好像是在做梦 非常的不真实 那其实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在外流浪了70年之后 他们重新回家的时候呢 也有一点这种做梦不真实的感觉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发现了他们可以赞美神 因为呢神重新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改善的人 下面有两句话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他前面先说 他医好伤心的人 我好他们的伤处 伤心的人呢这里呢 他原来的意思是说呢 是心被打碎的人 是一个被动使用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要让自己的心碎 对不对 我们不喜欢伤心 我们常常是什么 我们常常是因为外在的原因 环境也好 人也好 使得我们心碎 我们的心被环境破碎 我们的心被人破碎 但是 教会存在的目的 信徒群体存在的目的 就是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成为 让伤心的人 让心碎的人 可以让神得到医治 可以被神得到医治 然后呢 让神 我好 他们的伤处 希望教会是一个这样的群体 让心灵破碎的人 可以在这里 可以因为神的恩典 可以因为神的救恩 可以让他们生命 重新得到整群 就像拿尔米 回到家乡之后 他的生命重新建造起来 然后接着讲好 医好伤心的人 过好他们的伤处之后呢 他接着又讲了另外一个画面 然后他说 这位医好伤心的人呢 他还可以做什么呢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开电影有一个手法 叫做蒙太奇 蒙太奇就是呢 把两个不同的画面呢 把它拼在一起 成为一个拼贴的画面 我觉得这里呢 就是一个神的蒙太奇 你看啊 他先 裹伤处的时候 你的头应该通常是 低的还是抬着头 没有人抬头 裹伤处吧 你裹伤处的时候 你通常是什么 低着头 俯下身 来把伤处裹好 特别这个伤口 是在脚的时候 是在身体下半部的时候 但是呢 这位神 他可以低下头 来扎伤头 然后呢 他再抬起头来 他抬起头做什么 他可以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通他的名 这两个画面的对比 太强烈了 一个是非常无为不至的 把你伤口裹好的一个医生 然后另外一个画面呢 是一个非常 灰宏伟大的一个人 因为呢 连星星的理智 他都一一知道 在座有很多研究自然的 在那个研究自然科学的 你就知道这个 这个宇宙达到多大 但是呢 这么大的一个宇宙当中 我们的神呢 就玩弄于他骨掌之间 他可以一一的 一一的数点 所以这两个画面 是很强烈的 一个是非常细腻的 一个是非常伟大的 我们人通常啊 很难兼具这两个特点 一个很能干的领袖 不管是公司的CEO也好 不管是一个群体当中 一个能干的领袖 他通常是一个什么 因为他的个性当中 没有这一面 因为我们人都不完美 一个非常有 就是他被管理大局的人 他通常怎么样 他通常是很不care细节的 他这个细节交给别人管理 我只要管大事就好 那呢 有一些人呢 他可以注意很细很细的事情 这些注意很细的事情 他通常的弱点是什么 无法终观大局 他看到一个整体的画面 我们人的个性所然 就是说 一个能力很强的人 他通常不是一个 会体贴人的人 那通常呢 是一个很体贴人呢 他常常会忘记 他的大目标在哪里 他只看到那个小目标 所以呢 但是呢 我们这一位神呢 他两个都可以进去 在这里呢 对比的画面 他可以仔细的 医治你的伤口 然后呢 他站起来 他可以看整个的宇宙 一一的数点 新的树木 然后称他的名字 这一句话 你如果从这个 周遭的信仰来看呢 他也是刻意的 因为呢 这个巴比伦呢 他有很多的新神 他们很多的神都是新星 新星都是他的神 所以在这里 当诗人说 我们的神 连这些新星的名字都知道 所以换句话说呢 连巴比伦的神 都是在我们的这位神的掌控之下 特别是贝鲁之后 特别是贝鲁之后 他们从贝鲁之后 回来的时候 他们从这个 巴比伦的手中回来的时候 诗人这么说的时候 是更特别 是更特别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位神呢 真的就是这样子 他是一位宇宙万物的神 但是他又可以 借着耶稣基督 高求肉身 住在我们当中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可思议的结合 但是我们的神值得赞美 因为他一方面 是一个这么伟大的神 是值得很多的科学家 来这个 从一生之力 来研究他所创造的宇宙的这样的一位神 但是这样的一位神 他也是怎么样 属于我们头发的每一根 连麻雀都可以照顾的 等一下 他会举这个例子 他会举这个例子 所以呢 这是伟大又细心 掌管宇宙 也关心人的一个神 好 那第二个 他说我们要以感谢 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手 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需要歌手 前面他讲到 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 他如何的 把这些伤心的人 伤出一行 但是在第二段的时候呢 他呢就讲到了 我们需要感谢神 因为呢 这一位神 他是一位掌管宇宙的神 他说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 生长在山上 在台湾的话 你可以 现在你可以稍稍体会轮造 台湾的司机不明显 但是呢 最近呢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四周花比较多了一点 这个你 无论是开车 无论是搭光交装 你会发现两边街道的 炮帐花也好 樱花也好 慢慢的很多了起来 跟前几礼拜有一点点的不同 那我因为长期住在美国中部 很冷的地方 他那里呢 四季鲜明 四季鲜明 所以呢 你在那种地方住的时候呢 这种感觉更明显 就是呢 你到春天的时候 哇 那个感觉就是 前面冬天过去之后 突然春了花开 你对春天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的强烈 然后到了夏天很热 夏天之后 突然叶子全部变黄了 如果是美冬的话 是全部一片黄色 所以呢 那种季节的转换 非常的明显 那对诗人来讲呢 他没有四季 他们是两季 汉季跟雨季 汉季跟雨季 所以呢 巴勒斯坦人呢 每到雨季来年的时候呢 他们就耕种了 那差不多收成结束的时候呢 汉风就吹过来 就进入漫长的汉季 漫长的汉季 然后很热 又热又干 然后呢 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雨季来临的时候呢 然后突然下雨 下过雨之后呢 整个山上突然变黄了 所以诗人在这里 他所描写的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经过了一整个的汉季之后呢 进到雨季之后呢 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突然干凸的山上呢 都长满了草 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 所以住过四季分明的地方 可以对这句话有更多的感觉 然后接下来呢 他又用了一个这种对比 所以我们这位神呢 他不仅是掌管自然界的现象 而且呢 他也掌管自然界的动物 他说呢 他吃食物给走兽 但是呢 他不仅是给走兽 他也给谁 提叫的小乌鸦 所以你可以把一个狮子 把一个小小的乌鸦 把它们放在一起 这个每到春天 我在美国的家 我最喜欢看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植羹鸟组成 他们在我们家的那个 那个房源下来 每年都会有一些植羹鸟 回来 在那里煮草 我就很喜欢看这个过程 看到他们如何的找各样的材料 树叶啊 树枝啊 什么干草啊 就编了一个窝出来了 哇 这好奇妙哦 这个就用嘴这样弄弄 弄了一个槽出来 完了完了 过了不久呢 你就会 你就看到那个母鸟 就永恒地窝在那里不动 他在那里孵蛋 所以呢 我第一年到美国的时候 我还很急迫地跑到去看 我太高兴了 看上看 但是什么颜色 很漂亮的颜色 那种宝蓝色 那种宝蓝色 这个鸟如果去搅拷它的草,它会生气,走了,这个它就不敷了,以后我就知道,我们就不去骚扰它了。 无论如何,在那个蛋敷出来之后,我就很喜欢看那些小鸟。 每当母鸟或者公鸟去抓到虫子飞到草的时候,就看到那三十只小鸟,在嘴巴张开,一直张开,等着吃,等着吃。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是刺给走兽,不晓得各位没有看到动物园喂狮子的那种情况,是很可怕的。 所以它刺食物给走兽,然后接下来它也刺食物给提叫做小乌鸦。 又是看到这位神,它是如何的关照大的动物,它也关照小的动物。 就像前面说,它一好伤心的人,它也可以竹顶星星的树木。 它刺食物给走兽,它也刺食物给提叫的小乌鸦。 在约伯记,当神结束的时候,跟约伯分享他的属性的时候,在三十八章开始呢。 在约伯分享。 在约伯分享。 在约伯分享。